皇上前面就是土不堡 我大明的天兵赢定了 哎呀抓了个大的 这不得带他去大明朝刷脸之父啊 强人呢看看我带谁来了 叫你给啥你就给啥 不然我削他 该男子的脸不信心 已被管理员于谦删除 本朝最新全能刷脸之父人为朱启玉 所以这家伙两口又都换不来呀 赔钱玩意儿 1459年7月 蒙古高原的瓦剌部突破外长城 袭击山西大同 宣府 明朝边军毫无准备 节节败退 当时的皇上朱启镇听说瓦剌来袭 直接急了 我知道你急 但你先别急 听我解释解释为什么他急 原因很简单 当时大明朝遇上困难了 别看明朝体量大 雪条后 一副天下第一带boss的样子 但明朝北有蒙古袭扰 东有倭寇节律 难有云南叛乱 尤其是云南叛乱 历史上在陆传之战 明朝前后九年四次发兵 都有四十多万人 最终又只是在1449年初 换了个河坛 瓦剌入侵的时候 正好敢让明朝刚解释完陆传 明朝就是雪条再厚 也不能总挨揍啊 你不得凑口回个血呀 不回血还一字挨揍 刮沙都能给你刮死 身为明朝这个大boss的大boss 明英宗要跟咱们买电脑似的 别急 等等就等等 那大明朝真就要被活活刮杀刮死了 于是22岁的明英宗 做出了一个惊天地弃鬼神的决定 正是这个决定 让大明朝从秦始皇摸电门 赢麻的 变成了毒草里赚大钱 酷采苏光 这个决定就是御驾亲征 哎呀妈呀 这东北口音还挺好玩的 其实御驾亲征这事 历史上许多皇帝都干过 比如汉高祖刘邦 就喜欢御驾亲征 唐太宗李世民也喜欢御驾亲征 明英宗的曾爷爷朱棣 也是个酷暗御驾亲征的狠银 但这里有个问题 人家御驾亲征是因为人家牛叉 明英宗有什么情况 明英宗九岁登基 他爹宣宗开创了历史上 著名的仁宣之志 跟汉朝帝文景之志比肩 所以明英宗这开局 神似汉武帝 但问题在于他只有开局 然后没了 可明英宗不这么想 他觉得我要是能御驾亲征 打赢瓦剌 那岂不是比汉武帝还汉武帝 想到这里 明英宗做梦都快笑醒了 我这不是前古一帝 我这是万古一帝 于是万古一帝 明英宗 效仿曾爷爷朱棣 爸爸朱瞻鸡 大人京城三大营20万人 还有一片大臣 浩浩荡荡就往大同赶 带大臣干嘛 让他们见证历史啊 万古一帝要诞生了 明君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 从居庸关出内长城 一开始 明君确实是一路平推 最后顺利抵达大同 可高收益和高风险是并存的 御驾亲征这事 虽然能带来很大的收益 但是一旦玩脱了 皇上下一片大臣 那就是脱脱的大明朝 外带全家桶 还给瓦剌免了配送费 挺划算的 大头有个地儿叫白灯山 大臣一听觉得过于不吉利 所以就劝他 皇上 咱回家吧 万一被瓦剌盐包饺子 咱就全报销了 这时候 一个叫王震的太监站了出来 回家回家 就知道回家 知道啥叫清晨大海不 王震 私立间长印太监 明英宗的心腹 原本是个有理想的青年 甚至考中了举人 但再往上考中近视的概率 无限趋近于零 在经历了现实的毒打后 王震脑海中 不断想起李连杰老师的一句话 男人就应该对自己狠一点 于是王震发现了一条 最狠的 但最快的捷径 这就是一刀了断 陈世间 他拿出一把杀猪刀 是个狠言 但这一刀改变了王震的命运 这一刀改变了明英宗的命运 这一刀改变了 整个大明朝的命运 王震变太监好立马成了稀缺资源 举人文凭的太监 相当于985高材生 你敢信 watch 炸个985太监 赶点赵公里 于是王震就成了当时 太子朱喜正的贴身太监 人称王伯伯 所以说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选对赛道 人生就赢了50% 温馨提示 请勿模仿 UP不鼓励这种行为 等到朱喜正九岁的时候 老皇上宣宗突然没了 太子顺利上位 王震又顺利成了 新皇上的贴身太监 这一刀 虽然让王震永远失去了一些东西 但他却得到了大多数人 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权力 现在有个问题 冥英宗为什么要重用太监王震 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 其实很正常 假设你是小太子 每天一睁眼就能看见太监处在一边 你想吃饭了 太监给你端上来吃的 你想睡觉了 太监帮你整理床铺 你捅了娄子 太监会帮你解决麻烦 你在太监面前完全可以毫不掩饰 轻松自在做自己 可你见皇上爸爸 就必须伪装成乖孩子 你见大臣 就必须伪装成好领导 你见谁都不自在 最后发现孩儿太监对你好 等皇帝爹死了 你登基之后 摆在你面前那有两拨人 一拨大臣 哪怕这人满脸大猴子 神似安禄山 就差把造反俩都写脸上了 你也只能拿他当忠臣 另一拨是整天照顾你的太监 并且他们的命运和你完全绑定 哪怕有那么几个人不靠谱 你也心里有数 建立皇上的亲信 藩王集团 对抗大臣也就是官僚集团 因为官僚集团诞生之初 就有削弱皇权的倾向 只是最终完全消灭皇权 但朱宇文上台后 觉得官僚集团比藩王集团可靠 所以一个神龙百尾 就从分封制变成了薛藩 结果就把自己削没了 朱棣登基后 认为我不需要另一个自己 于是被薛藩搞惨了的朱棣 决定继续削藩 屠龙勇士变恶龙 但这次薛藩 朱棣望学自己儿子来 结果他还是朱高旭 在他爹死后就反了 理由是 不能说我跟我爹差距很大 只能说我跟我爹一模一样 既然我爹能造反 那我也能造反 然后他就被 经过这么一折腾 明朝主宗把藩王集团彻底废了 但没了藩王集团 皇帝一看 不对呀 谁提过对付这帮大臣呢 最后发现 要么找娘家人 也就是外戚 当然结果就是外戚干政 要么呢 就是找太监 绕鱼线绕回来了 当然结果必然是太监干政 不过由于明朝主宗的娘 汤为 明朝主宗的娘 孙皇后 死活不让外戚干政 这就导致明朝主宗的选择 只剩下太监 有人又问了 就选不出忠诚可靠的大臣吗 有是有 但自古以来 我国的优良传统 就是皇上有难 大臣为官 你看荆轲跟秦王绕住的时候 大臣有几个帮忙的 但崇祯吊死在梅山上的时候 太监陪着他一块死了 所以综合来看 这朱祁镇 还真的只能重用太监 可太监虽然对皇上绝对忠诚 但特别容易干混蛋事 就比如王震古宗明朝 御驾亲征 开始明朝肯定热血沸腾 但当他真的面对残酷的战场时 直接傻眼了 明朝从小而宫里长大的 身边都是好人 哪见过真实的战争场面 紧接着又有消息说 瓦剌太师也先 带十万主力杀过来了 明朝一听 害怕了 立马从万古一天的梦里醒了 不打猎不打猎 要回北京 但回北京也不简单啊 总共有两条路作为备选方案 第一条在南边 一路向东 经过王震老家威州 然后从紫禁关进入河北 在北上京城 这条路优点是安全 缺点是路程特别长 比较费脚 第二条在北边 也就是原路返回居庸关 这条路优点是路程短 但缺点就是可能遭遇瓦剌主力 比较费命 人王震也不傻 虽说黑命贵 但自个人命更贵 所以一开始走的是南边那条路 但是大军刚走四十里 王震突然下令 停 打住 因为这决定过于突然 后人就说 是因为王震怕踩了威州老家的庄稼 但我认为这纯色的故意黑 我觉得实际情况 是如果临时变更路线 原本从居庸关建立的补给线 就会继续拉长 非常容易被瓦剌人切断 虽然你可以从南方紫禁关 再新建一条补给线线 但这样肯定要花很长时间 当时群神跟疯了一样 急着回北京 我估计后期已经出问题了 所以根本没时间 等新的补给线建好 大军只能硬着头皮 原路返回 而野先主力得到明军 原路返回居庸关的情报 越过长城紧随明军之后 同时在另一边 瓦剌另一只人马 突袭边境的毒石口城堡 守城的明军切战而逃 这时瓦剌突破地形险要的山地 南下攻陷马营 赤城 最后攻陷永宁和怀莱 等大军抵达距离居庸关 30多公里的土木堡时 明军才得知 通往居庸关的路 已经被断绝 而此时 野先的瓦剌主力紧随其后 明军面临两面夹击的态势 王震发现形势不对 赶忙下令大军就地扎营 但他犯了个错误 王震选了没有合选的土木堡作为营地 这样大军的饮水就只能依靠地下水 也就是打井 一般打井打个5到6米就能出水 但根据我查到的数据 土木堡所属的淮南县 1981年 平均地下水位就已经深达23米 属于极端不适合打井的地方 如果明大地下水位跟1981年差不多 那么明军必须挖23米才能挖出地下水 23米什么概念 按照现在住宅一城楼2.3米的高度 相当于10层楼 你就可就是挖去吧 而瓦剌地处西蒙古 这里有大片沙漠 他们深知水对大惊的重要性 所以瓦剌趁明军犯错的时候 直接把通往南方永定河的道路给截了 而明军则浪费了大量时间在原地打井 跑6米深 没见到水 继续跑 结果还没水 在早受连续的打击后 明军的精神集体崩溃 就在这个时候 野仙的瓦剌主力赶到 明军错过了最后的纠错机会 接下来就是一场瓦剌对明军的单方面屠杀 土木堡之战 明朝20万主力大军被瓦剌太师野仙歼灭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败仗 明军逃命时 为了跑得快点主动脱掉铠甲 结果很多人死的时候连裤衩都没有 真输掉裤衩 而对战败负有绝对责任的太监王振 据明史记载 是被护卫将军樊小锤锤锤死的 凡庄下手前还大喊 无畏天下诸词在意 当然这里明史又瞎扯了 明军宗亲自写了一个碑 后人叫明军宗玉祭王振碑 碑文明确说 他也就往这引刀自吻 虽然土木堡之战惨败的锅 古人全都扣在了太监王振头上 但古人这么说 是因为皇帝放在错你不能说 咱们没有这个顾虑 所以今天咱们就巴一巴 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 蒙古是个游牧政权 主要活动范围 包括今天的蒙古高原 东北平原 新疆 以及西伯利亚 这一带以大陆性气候为主 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 无法进行稳定的农业生产 所以主要经济模式是游牧 但游牧生活老不稳定了 从诺元山匈奴牧 出土的大量抓着谷物的桃棍看 草原政权 十分渴望稳定的农光生活 因此 北方游牧民族有充足的动力向南迁徙 第二 蒙元政权被赶出汉地后 分成了两部分 东蒙古和西蒙古 东蒙古有黄金家族 也就是春吉思汗的亲属家族统治 这一伯人是忽必烈的直属后代 我们称为蒙古本部 名代称达的 西蒙古最早是忽必烈的弟弟 阿里布格统治 但主要构成是蒙古的另一个部落 叫威拉特部 也因应成瓦剌 这两伯人矛盾很大 原因得从蒙古帝国说起 1259年 蒙古大和蒙哥 在重庆围攻钓鱼台时 咔嚓一下突然没了 由于蒙哥死得过于突然 蒙古内部又出现了一个终极问题 谁当下一任带头大哥 蒙古内部分成了两拨人 东蒙古占据的地区 支持自立为韩的忽必烈 西蒙古以及清查 查克台 沃克台三个韩国 支持忽必烈的弟弟阿里布格 两拨为了韩威大打出手 最后阿里布格战败 西蒙古不得不臣服于忽必烈 时间辗转到明朝 1387年 周元璋命兰玉 北上扫清元朝残余势力 15万大军一路杀到捕鱼尔海 元朝大行 正好阿里布格有个叫野苏迪尔的后代 听说大汗落难了 于是感慨道 像我这种堪比岳飞帝大忠臣 那不得为大汗尽忠啊 然后惊忠野苏迪尔就找到大汗 太忠诚了 之后野苏迪尔跑到西蒙古瓦剌部 另立中央 自立为韩 但大汗不是你想当 想当就能当 尤其野苏迪尔属于士军篡位 东蒙古打死也不承认他 结果东西蒙古彻底决裂 恰好这之后没多久 明成祖朱迪合法的继承了皇位 迁都至北京 天子守国门 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 朱迪对东西蒙古采用了一种 非常先进的美式策略 战略平衡 既不能让东蒙古打打统一草原 也不能让西蒙古瓦剌统一草原 维持东西蒙古的分裂状态 才是对明朝最有利的 所以朱迪在位的时候 东蒙古强就打东蒙古 东蒙古被打残了 西蒙古想趁机做大 不好意思大明天明维护世界和平 跟对菲克强大统一的蒙古比起来 战略平衡能省下不少钱 省的钱正好让郑和下个西洋 但朱迪死后 先是朱高赤 简介绍是他孙子朱瞻基 都不愿意主动动用武力 尤其是朱瞻基 直接放弃了战略平衡策略 为什么这样 黄博有句话说的好 等你成功了 有钱了 你会发现身边全是好人 没有一个坏人 朱瞻基就是大明朝最成功的人 生下来就是王孙 二十七岁登基 周围人几乎把他当神一样的存在 所以朱瞻基会觉得 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 没有坏人 他以为只要满足瓦剌经济上的需求 就能保证两边永远和平 因此朱瞻基让明军全面转向了战略防守 至于东西蒙古的平衡 关我屁事 朱瞻基大规模放开了瓦剌与明朝的朝贡贸易 允许瓦剌在大同宣服设立马市 瓦剌使团到北京后 还可以在会同馆 也就是今天的东郊名像开设马市 所以为什么瓦剌入侵 是从大同下手的 因为这条路他们太熟了 瓦剌趁这个机会狠狠赚钱 史书记载 瓦剌使团携带的牛羊 雕鼠 银鼠皮 洞则几万丈 乐意呼道 图马迭贡于亭 同时瓦剌也在用从明朝赚来的钱 扩张势力 1434年8月 瓦剌灭掉了东蒙古太师阿鲁台 完全统一草原 难侵 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 而明朝自宣宗以来 连续25年没有大规模远征 做事能糊弄就糊弄 说话能多好听就多好听 所有人都在盛世下狂欢 最后成了瓦剌的外带全家统 所以在我看来 土木宝真正交给我们的不是太监物国 而是天下虽安 望战必危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见